Hello 大家好,又是我飛俠 今天又是為大家開箱的時候 一如以往的慣例就是介紹一些 用了一輪覺得蠻好用的產品給大家 今天介紹的東西就是 什麼呢? 在這個天氣炸亂環寒的時候 有兩樣東西我都會拿出來用 這兩樣東西就是 第一樣,風扇 風扇是不是今天還介紹兩年前的產品芭蕉線呢? 又不是的 其實這個就是 兩年前大家整個街,整個城市都會看到它拿著出街 因為風力超大 第一代理電池 18650的風扇就超大力 但是一開就很吵很響 在街上,其實你不開一度就不夠涼 所以在街上,每個人都吹著它的風扇 就是這把文明現在的芭蕉線 那現在是不是還是用芭蕉線呢? 這把風扇在那時候還可以 但現在可能對大家來說 覺得不夠帥仔 或者不夠靜 所以我今天推介就是 這把風扇 這把風扇 可能大家有時候在街上 在那時候HMV還沒收拾之前 都有這把風扇 類似的風扇 韓國品牌的風扇 是有一賣的 這把風扇 本身 都是用理電池的 它也是有三級的 不過它有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剛才芭蕉線的風扇一開 就是一度最大風扇開始 這把呢 就是由細 至大的 這個邏輯上是正常一點的 你一開就開到最大的 其實大是開風扇 這個邏輯上是正常一點的 而且它的 深刻的膠 外形 顏色 亦都相對 古代的芭蕉線 是比較討好的 而握上來的手 亦都很好 一手握著 無論大人小朋友 握著這把風扇都覺得很方便 這把線主要有三種顏色 有白色 藍色 和粉紅色 三種顏色 它還有一個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我現在拿一把粉紅色的給大家看看 粉紅色 有什麼不同呢? 我這把就連上左 左就是主要用來充電用的 它有這個口 這個後面 就是一個口 去插上小的Type-C 插上去左 如果要充電的時候 只要把風扇插到這裡 它就會自動開始充電 原理是因為這裡 中間有兩個圓點 圓點就會接觸著 它的底部 這些銅線 做回充電 只要插進來 就可以輕鬆無線充電 當你覺得要拿出用的時候 一力氣 就出外 這是其中一種方法 大家就會說 如果我 在家裡就有一個左 這樣插著 這樣插著 這樣插著就可以 如果我沒有左 那怎麼辦 都不用怕 其實這把風扇 除了這樣插著 可以用 還可以怎樣 可以橫插在這裡 它可以橫插在這裡 為什麼可以這樣 因為它的設計 很細心 這裡本身有兩個角 這裡有兩個角 就算是另一邊 都可以橫插在這裡 兩邊都是一個角 可以平放在平面 即它的設計都很細心 我想說 究竟我推介這把風扇 和坊間你在街上買到的風扇 有什麼分別呢 這把風扇 我這把 就是3300毫安 即是什麼呢 就是電量 比較強 通常你一般在街上 就會見到200毫安 2000毫安 不是200毫安 2000毫安 那2000毫安等於什麼 所以它一般可以做到 它說 最多可以吹7.5個小時 如果2000毫安 而我手上這把 3300毫安 就是可以吹到12個小時 因為它電量是大很多的 而我發覺 一般在街上 是很難買到 大電量的 大電量的 即是這些迷你風扇 其實每一把平均 可能欠10元 20元 那我當然是買一把大的 也不買一把小的 而這把空扇 其實呢 就算我這一刻看到 是3300毫安 都是說可能 50多元 人仔 那它如果 譬如你 就算普通流說2000 都是30-40元 可能欠20元 它還有個2500毫安 的型號 大概是40多元 其實30多元 40多元 50多元 那你會怎樣選擇呢 雖然都是同一個樣子 但是 有時候 開了大風 它用得快一點 而 充電也會麻煩 所以 我就自己選擇了 3300毫安 可以吹12個小時 這隻 即是何時有一用 拿起手有一用 就不會說 突然用了一無 所以 這個就是 我推介給大家 如果大家覺得 有時候 想拿出來吹一下 現在 逛街一熱就吹 一熱就吹 我會推介一個大容量 3300毫安 的款式 顏色 都是三款 每一隻都是三款 都是有底座的 大家都可以去淘寶 看看 第二個 最常見的是 一到濕濕的天氣 就是 蚊 我以前住過西貢 的確 跟蚊 只是結下不解之緣 它每天 都會在黃昏的時候 來內閘 簡直好像轟炸機 飛進來 我以前 也在深水埗 買過很多不同的蚊 蚊 有時候 蚊實在太強勁了 不夠力 千蚊 不夠力 打一下 打不死 我打了一下子 已經不容易了 一下子 還要電它不死 我還要再追回一下 是多麼困難 多麼痛苦 今天為大家推介 這是相對較強力的蚊 這蚊有什麼強力呢 這蚊有兩款 兩款 兩款 這蚊號稱有三千屋 強力電壓 有時候 原本舊款 你看到 底部還有兩個插 拋出的 可能只有 一千 一千 一千五 強力電壓 當然 用三千屋強力電壓 你就不要拍攝頭 拍攝小朋友 讓小朋友去玩 因為 真的很厲害 電一下也很痛 首先 這蚊號稱要小心 而且 網面 都比較大 你可以看到 網面 是幾大 我對比一下 剛才的風扇 你看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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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面 都比較大 好像球拍一樣 網面越大 擊中目標越高 而且電一下究竟呢 我都試過很多次打蚊 是一擊即中的 即是打完一電一下 起碼它都暈倒 即是不會說 即是繼續持續飛 間時那些蚊號就是打完都還在飛 都不知做什麼 這個就沒有這件事發生 打完真的打中就行了 因為它都是用18650里電的 而且這個網 即是它claim 就是你應該不能碰到的 因為它有個網在外面 但是呢 我就覺得你也是不好試 還有呢 這一把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很多蚊號都會在下面 做一個雙插彈的 即是這個位置有兩個插彈出來 就插兩隻腳的電池 那你便要做什麼呢 便要買兩隻腳插轉三腳去充電 充電的時候 就相對來說比較不方便 那我呢 找到這一款就是什麼呢 用USB插的 即是用USB充電的 就變成有線就可以充電 你又不需要擔心 說整天找兩隻腳去插三隻腳 本身這樣都不安全的 那你始終又要找的麻煩 那現在就算我的風扇 這些蚊帕 都用同一個插彈去充電 就相對方便很多 那用法是怎樣呢 這裏呢 開關鍵 它呢 一隔 一按 嘩 馬上有聲音 挺害怕 不過應該不是電到電 可能之前有些殘骸 可能一下一下 那一按 嘩又來了 是吧 有些塵 殘骸 會不斷 一亮紅燈 就會是電到電 再推一隔 就是燈 燈完再按 都是可以打到的 可能是給人們黑黑的照著 這樣 就是打蚊用的 當然就是這一格 就是中間這一格 就是這一格 就是不用推到這麼上 推到中間這一格 已經可以開始打蚊 所以中間這一格已經開始打蚊 所以中間這一格已經開始打蚊 當然呢 記得要關掉它 如果不關掉的時候 你突然拿起 打中什麼都不好 就是用電洞 而且電衣真的會打聲 因為我曾經連蜘蛛都試過來拍 沒有辦法 實在太多 蛇蟲鼠 在西貢 實在太多 古靈精鬼 太危險了 所以 這個東西 連一些大型昆蟲 有時候 真的逼於無奈 都消滅到 這一款 就是相對 我覺得在市場上 比較好的東西 當然 我看到有些是大面積的 可能它再大一點 再大一點面積 有些可以伸長 這裡有一個棍子可以伸長 可能你不夠高 再拍高一點 伸到超級長 我自己就沒有用過幾款 因為我覺得 它伸得這麼長 我也無法拍攝 一 二 就是它再大面積 我可能再難控制一些 打完其他東西 我就會打完所有東西 因為這兩個原因 我常常選了這一款 這一款 即是用回USB充電 電量夠大 以及它本身的網面 就是網面的尺寸是正常 其實是這一款的款式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即是想知道 這些蚊拍 這些風扇 的資料 即是 究竟融落 即是融落已經說過了 即是想找回在哪裡買 即是很想知道 其實其他款式是怎樣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